在主日信息中,又說穆斯回顧過去幾年, 在我們當中出現的共同信息, 當中的龐大程度以及偉大程度, 其實早已超越了我們的想像, 也超越了過去神印證其他時代復興的程度。 但從歷史中的復興現象, 我們學會了一個原則, 就是在過去的復興中,神會用上祂的神跡去印證祂的信息。 就正如我們現在在各個神跡報讀家身上, 包括過去的William Bramham, Jack Cole, Katherine Kuhlman, 或者現時的Benny Hinn等等, 神用上各種神跡去印證神所用的復人, 以及祂所帶出的信息。 當然,越劇烈,越難以自信的信息, 神所用上的神跡就越超級, 包括最近上上提及,神用上十哉, 去印證摩西是神的時代偉人, 以及祂叫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信息。 因此摩西被神呼召出來, 就是為了分享創世之先神已經隱藏的信息。 當祂分享出來之後, 就有神跡來印證祂的信息。 大家可以想想, 既然神是用上神跡作為印證, 這樣在神的眼中, 祂的分享是正確還是錯誤呢? 對於埃及人, 甚至以色列人的角度而言, 當然希望是錯誤, 但在神的眼中, 祂所說的信息當然一定是完全正確。 原因,甚至乎對於摩西自己來說, 祂在開始的時候, 並不願意去分享神的信息, 祂甚至將這個責任推給祂的哥哥阿倫。 因為出埃及的信息, 根本不是摩西自己想出來的信息, 而是神吩咐祂分享的信息, 並且神用上龐大的神跡去作出印證。 同樣這樣, 我們在這幾年間, 豈不是同樣看見天二級的神跡在我們當中發生? 並且這些神跡不是無定向的出現, 而是伴隨著主日信息, 一日都不偏差的出現。 所以當我們對比摩西的事件, 我們就會明白到, 神是以同樣的印證方式去印證2012榮耀盼 信息是全然正確的, 並且是神時代的信息, 而我們亦都是被神呼召去分享這一套信息。 並且在上一次, 是摩西一個人帶著一個口信, 去預備所有以色列人出埃及。 但今次, 神去用上整間食安教會, 去分享一套至今已經長達九年的2012信息, 去預備所有人迎接世界終結的信息, 而這個正正就是2012信息的核心內容, 一套真正的末世信息。 原因, 在2012信息開始的時候, 其實就好像摩西的時代一樣, 因為Panel X的道理, 亦就是產生啟示六級數災難的起始點。 而2012信息, 就是讓我們如何作出種種屬靈上, 以及肉身上的預備。 對於留在七年大災難的外邦人, 以及掛名基督徒來說, 他們要懂得如何面對四馬在地上的審判, 以及爭取被提的資格, 所以我們亦就成為了無依人的師父。 對於我主的基督徒而言, 就是把握時間, 由奔客成長變成同侶, 以進度變成辛苦, 因而慢慢揭示出我們是真命天子的身份。 因為人類歷史的創造, 亦是為著成為我們的住母, 就是鑄造出門後的辛苦。 這才是石安被造的原因, 甚至是歷史被創造的原因。 甚至乎升聖耶路撒冷, 只是阿拉夫, 我們才是新約的真正聖誠, 塔夫。 而當我們發掘出一個又一個, 種種令人難以置信的線索的時候, 我們所看到的, 不是共同信息的停止出現。 相反, 隨著信息每個星期出現的共同信息, 是好像連續煙火會演一樣爆炸性出現。 伴隨著我們所分享, 蒼世以來所隱藏的信息。 當我們一步一步的推論下去, 所出現的共同信息, 就越超級, 越爆炸性。 彷彿全世界過去的所有發生的事情, 亦都是與我們有關一樣。 就算是近幾十年的玫瑰園計劃, 港珠澳大橋, 亦都是指向我們的真正身份。 正因為共同信息的大量出現, 因而令我們的主日信息, 要慢慢仔細分享這些共同信息的內容。 大家可以想想, 當我們分享天馬座行動的時候, 已經是四年前, 有四年那麼久了。 當時拆解出《聲祭啟示錄》, 天馬座對應香港的時候, 已經覺得神的鋪排實在非常了不起。 然而到了四年之後, 這種讓人讚嘆的感覺更是有憎無減。 每作出一次更驚人的立論, 亦就出現更多更驚人的印證。 甚至乎每位弟兄姊妹也主動參與, 去揭示神為我們隱藏的各種彩蛋。 原因, 這些伴隨著信息所出現的爆炸性印證, 就是為著幫助我們的信心, 能夠與我們所聽到的信息相情。 所以,按著聖經基本的原則, 當一個先知被神恩高, 出來要分享一套信息的時候, 神跡歧視就會印證祂的信息, 目的就是要為著印證先知所分享的信息, 不是來自祂自己, 而是來自創造天地萬物的神。 所以, 不論是總統、 神宰、 祭司、 父相, 任何人也要在這套信息面前屈塞, 去接受神的時代信息。 所以, 既然神向我們揭示的, 不是一般級數的信息, 而是從創世以來所隱藏的信息, 是歷史謎題總和。 就好像Bob Jones語言所提及, 歷代歷世智慧的總和。 這樣, 對於我們而言, 這是一份何等偉大的禮物。 也因此, 我們真的要格外留心, 以及相信每一刻所栽種的道。 原因, 神是在人類歷史中, 簡選了石安, 去接受這份禮物, 就是不單止訴訟我們成為傳遞信息的先知, 而是成為歷史上的真命天子, 是人類歷史中, 時間中的絕對存在, 以及有資格時空穿梭的辛苦。 這樣, 歷史上, 除了主耶穌是教會的新郎之外, 是否有另一個身份, 比這個身份更尊貴、更榮耀, 也更重要呢? 答案, 當然是沒有。 所以, 當我們被擴立的時候, 我們不單止會成為神的辛苦, 被提得著鐵象核管列國的能力, 並且, 石安也就是等同淑寧的信仰巔峰, 是歷代歷世所有人類在信仰上的效法對象。 所以大家可以想想, 這一份的榮耀是何等的大呢? 能夠活在這一代, 活在石安, 又是何等的幸福呢? 而對於這個世代, 與我們一起出現的人類而言, 對於他們來說, 我們也是神給予他們最偉大的禮物, 就是讓他們見證世界上難以置信吸數的信息, 天意吸數神跡與共同信息。 所以, 就好像摩西是我們的阿勒夫, 他所帶出的, 就是一套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信息, 對於當時的以色列人而言, 是他們有生之年, 所能夠得到最歸眾的禮物。 而對於我們所身處的塔伯而言, 我們的信息就是讓弟兄姊妹成為辛苦, 讓外邦人可以爭取被提的資格, 無依人師傅的信息, 就是在末世的時代最偉大的一套信息, 這個才是時代的主角。 至於神所給予的共同信息, 也只是成為配角, 去欣賞我們的分享。 所以我們要深思信息的核心。 原因, 神現時實實在在地要讓我們知道, 我們就是這一套信息的傳講者。 正如神將摩西放在以色列人面前, 放在埃及面前, 去傳講這一套信息, 因為將要伴隨摩西信息而出現的, 就是會影響每一個人一生的神跡及災難。 同樣地, 當這一套2012信息慢慢完成的時候, 神也會將我們放在所有人面前, 去傳講這一套信息以及我們的身份。 原因, 同樣地, 將要到來, 啟示錄的神跡及災難, 將會影響地球上每一個人類, 以及他們的將來。 因為, 辛苦的祝母將要完成, 世界亦將要結束, 現在亦再不是扎根在埃及的時間, 而是出埃及, 被提的時間。 一些他們視為最重要的事物, 會傾黑之間消失, 正如十災的出現, 足以毀滅他們辛苦建立的所有。 相反, 他們所鄙視的信仰內涵, 卻是最重要, 最有價值, 能夠幫助他們被提, 坐上榮耀列車的唯一車票。 因為, 對於辛苦而言, 神所給予他的最後考驗, 就是好像一隻蝴蝶一樣, 需要破茧而出, 就是打破這個孕育他出來的註母。 因為, 既然歷史的存在, 其實只是為著印證辛苦的身份, 歷史所有重要的事件, 亦都是為著緩醒石鞍而設, 這樣, 當石鞍尋找出自己的身份, 成長成為辛苦的時候, 所有的事情, 也就是完結了。 而神亦用上這套信息去審判世界, 亦因此, 對於世界而言, 辛苦就是手拿鐵匠, 神所差遣到來的審判者。 所有不選擇悔改迴轉, 仍然留在埃及的, 也只能夠和這個世界一起沉淪。 至少, 在二十五天裡, 你會不會有這套信息。 在二十一天, 那個人, 至少, 嗅! 你會不會有這套信息。